苗栗三亿 是意大利国际漫游组织 所认证的国际漫城之一 目前全台共有五个城市获得认证 前来的旅人 可以透过当地的 慢食慢油及慢活 融入当地生活中 位在盛兴车站 这座百年老车站旁 就有一间客家人文 氛围满满的新潮茶食馆 可以一边欣赏旧山县铁道风情 一边品味三成客家料理 还能沉浸式来体验 各式的客家文化 我先生一直都是土生土长 在这个地方 那他对善意特别有感情 那我一直在做设计做三十几年了 然后觉得在一辈子做设计的当中呢 很想为自己开一家店 圆自己一个梦 那你现在看到这一面墙 这个画的就是灌道山 那苦茶树 因为我们家自己种的 苦茶树的一个基地 就一直存在着 而且很用心在经营 那我们也觉得这个农业是很好 所以借由这一种的一个机会 那像这个在做体验的一个 餐饮服务的时候 我们的擂茶还有打麻吉 还有榨油DIY 榨苦茶油 都是需要用到这个擂茶棒 那这个木头呢 就是苦茶树枝的木头 像这个就来自于这里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游客呢 他们就不会再感受到 只是一根木头 他感受到就是一个 好像一个传达一个故事性 生命力的一个历史文化在里面 所以他们在讲完以后 都磨得特别开心 本身是三艺在地文创设计师的 老板娘黄秀金 希望客人都能不受限地 享受三艺的客家风情 因此除了一般的客家和菜 也推出精致的个人化套餐 让独履或者是两三人 就能享受到底客家美食 我看那个餐都小小份的 比较适合家庭啊 就是像我带这样 一两个小孩出来 这样好方便 我就不用点那么多东西这样子 我一直概念里面就是说 梅干扣肉的味道是要热腾腾的 所以我跟我们的师傅 讨论了以后觉得 铁板透过热度烧了以后 再把我们的梅干菜放在上面 控肉放在上面 蹲到客人面前 就像牛排现煎的一样 它那个温度 热度 是香味是会直接散发出来的 那我一直觉得 这个是我一直很想表现的 所以我会在我的套餐里面 把这一道菜呈现出来给客人 就是这样 他们这边的梅干扣肉 是用那个铁板 然后非常的就是有香气 然后就是热乎乎的这样 我看起来就是很好吃的样子 个人套餐从主食到搭配的小菜甜点 都是在地小农新鲜农作 料理中使用的客家苦茶油 更是老板娘家中自重自制 道道都吃得到客家味 却又富有新意 像是富餐甜点 就是以雷茶元素为创意发响的 雷茶奶钙发膏 让雷茶除了趣味体验 还能结合创新饮食 吸引更多年轻人 喜欢客家传统文化 客家化的雷茶就是膜 那膜的当中 它会让这个味道更突出 所以游客在膜的当中 小朋友尤其亲子 他看得到这种子 然后看到了以后闻到了 接着喝到了 在这个体验过程中 他感觉到很愉悦的时候 他的五感 身心 就是整个都吸收到我们的 想要给他们的一个服务 那为什么会用奶盖 年轻人喜欢 一般来讲我们如果用黑糖的话 其实年轻人是比较 不那么接受的一个甜点 所以在年轻人 里面看待黑糖发糕是冷门的 那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外形 给它改变 那再加上透过年轻人 喜欢的一个那个味道 组合融合 是不是可以接受更好 我们发觉是很好的 将磨好的雷茶粉 加入调制好的发糕粉 做成面糊 蒸好后再挤上 用雷茶粉制作的鲜奶油 一份带有新鲜坚果香气 与浓厚奶香的雷茶发糕 就完成了 这特别的是那个 它有一个雷茶奶盖发糕 对 好好吃 非常的Q弹 雷茶的香气很浓郁 它造型很可爱啊 小孩子都好喜欢哦 对啊 尤其我小孩子超爱 它的奶盖的 除了独具特色的 雷茶系列冰品甜点 这里的爱草包 也跟别家不一样 老板娘黄秀金说 虽然料理不是自己的强项 但会把从婆婆那里 学到的客家精神与智慧 善用在料理上 我们以前的老人家呢 很缺的嘛 那客家人有点勤俭持家 对食材都非常的珍惜 所以呢 吃剩的白米饭 他们除了 会做其他用途之外 那我婆婆还有一些老人家 他们会跟我讲说 这个把它拿来当作爱草包 加上糯米一起加去混 那做出来的那个爱草包 它的馅皮就比较不会那么腻 吃起来就不会感觉好像 很容易就马上填饱你的胃了 因为我们以前在做这个爱草的时候 那在蒸的时候呢 都会黑黑的 那感觉起来颜色不那么美 那因为我在做设计上来讲 调色起来我习惯了 所以我就把它加入爱姜黄粉 那姜黄粉透过这样的一个调整了以后呢 它让这个菜包的颜色更自然一点的翠绿 对 也不用去加其他的一些 外在的一些调味料 爱草包的馅料 则是使用虾米香菇等食材爆香后 加入猪脚肉炒出香气 再加入大量萝卜丝 拌炒均匀入味后 就能包馅塑形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打的 馅皮 那里面有爱草 糯米粉 还有加了白饭 还有一点点姜黄 那这样打出来的颜色呢 就更接近于天然的绿色 我们的馅皮呢 蒸完了以后 就会口感真的跟外面一般的 会比较不那么一样 就是有带一点白饭的松软 在蒸的过程当中呢 这也不容易垮掉 它会维持你现在塑形的圆形 那我觉得圆是我们客家人很喜欢的 我们店里很喜欢用这些 其实是在乡村里面 出了门就可以找得到的一些植物 来做我们的一些装饰 盘饰 我觉得会更贴近 我们生活的一种自然 客家米食 是客家文化传承中 很重要的一环 九层板也是早期客家人 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的传统点心 不过这里使用的食材 葛玉金粉 是一种天然的太白粉 全来自老板栽种收成 再磨制而成 以前早时候都 菜园里面都会有的 那因为已经失传了嘛 那所以我又去把这个 种子把它找出来了 所以我自己又育苗了一块 田里面育苗了一块这样子 后来它就会结石累累 会结石很多这个种子出来 那这个用这个种子呢 拿去去提炼太白粉 讲白脸就叫太白粉 我们这个粉叫葛粉 因为它叫葛玉金 所以我们叫葛粉 在做这个九层板的时候 我就不用其他什么太白粉 那个素素粉我都不用的 那我用自己提炼的这个葛粉 来当做里面的 加强它韧性的一个材料 这个是加的黑糖 那这个是原味的 那我们这个里面还加一点带咸 一点点盐巴 这个就黑糖可以中和一下 它不会太腻 我们会用这个一层黑糖 下去蒸 蒸三分钟 大概在第二层 就是这个白色的这一个原味 再蒸三分钟 这样连续呢 一层一层的蒸 蒸到第九层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呢很多人喜欢 把九层板拿来当作 庆贺一些喜庆啊 步步高升啊 这就都很有意思的 经过九层的肺工堆叠蒸之后 白色与咖啡色层次分明 再经过工整的裁切 这外观啊 可完全不输稀释的蛋糕哦 这个刀具呢 是我先生自己为了 要让我可以完整的切 这个九层板的那个刀子 刀子 味道 还有它的Q度 跟市面上的口感 是稍微有点不同 这里的九层板 保留了传统客家米食的风味 甜咸之间搭配得刚刚好 店内食用摆盘美丽 半手里包装也相当的大方美观 可以来一场另类的客家小茶 我们一直希望就是说 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年轻人 透过一个有机会 我们分享出去 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采进了三亿的土地 摸到三亿的泥土 种出三亿的植物 那时候他会感受到一种循环 他会怀念三亿 他会每年会想要来看看 他的种的一些农作物 那这样的一个循环 我觉得是一种未来观光 很值得去思考的一个方向 老板娘黄秀精说 想带给客人的 不是一次性的旅游体验 而是结合食农教育的推广 让来三亿的旅人们 能像回家一般 一来再来